呃 大家我小江 一个懒搞人家窄 目前的话一人一车浪迹天涯 昨天晚上是这个 三五三国道吧 那个金沙江上去有一点 这个路边露营的 今天的话到丽江那边看雪山吧 给大家看吧 我在这里的 至于丽江非常近的 玉龙雪山的话在这里的 今天就能看到就好了 哎呀 远处在放炮了 迎接元旦 哎 奇怪了 那个月亮怎么还在 你看看这个路吧 太恐怖了 到前面乡镇都还有28公里 我大概 差不多30公里上坡 出发 哇 到处都倒闭的房子 哎呀 这么多微房啊 都贴了微房的标签 我那边可以进去 没想到往上面走一点 有好多飞机房啊 而且好有几个都是能进去的 不过都是微房啊 沥江还有37公里 很近了 这什么地方啊 这上面居然有这么好的地方 这不是开玩笑吗 哎 这应该是观景台吧 这地方好像是这几年建的吧 这么新了 这么好啊 哇 这地方还没有村子呢 这应该是观景点嘛 我的天哪 上面居然有这么好的一块地房 应该也是供停车休息的 应该是观景台吧 看下风景 你看吧 那边还有个厕所啊 哦 那边是隧道啊 那高速进隧道吧 我要还爬山呢 哎呀 这边的 这边的风景 你看见 哇 那边的圈子 金沙江 好壮观的 这风景 哎呀 这个大山呢 气势磅礴 哇 太阳好赤眼呢 这风景港港的 昨天就停在那个下面想 应该就那个地方 有一个搞搞那个铁的吧 哇 这天哪 这边路灯都有啊 太阳灯了 真的后悔昨天没有再爬一段了 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地方 给大家看吧 这边是旅游厕所 看吧 哎 哪去了 你看那个地方 我估计那个厕所里面 就是有电影的 被关起来了 真的 估计到了藏区的话 这种厕所非常多啊 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救急啊 刚才那个观景台上来一点点的 有个吃饭地方 我先吃个饭吧 有点饿了 我这个饭店条件还挺好的 就那个观景台过来一点点吧 好新呢 哇 这么好的条件 觉得这个地方估计夏天游客非常多 夏天肯定人多 哇 这个山上的条件可以 我这个面条可以啊 里面是火腿吧 应该是 我没想到这个地方都有饭店了 兄弟们开饭了 我路边看到两三家 那个大山坡还有 说明这边夏天游客应该非常多 夏天走这样路线 这个好香啊 这个好香啊 嗯 这碗衣特别香 比那个腊肉好吃 它这边的话只有那个鸡啊 火腿还有这个面条 其他都没有了 就吃碗面条了 这个可以啊 分量多 那个鸡的话是60块 所以吃碗面条 这画面弄的挺好吃的 刚才那一碗面条10块啊 分量很足啊 在那里面不知道火腿还是腊肉 应该不是腊肉吧 应该是火腿 那个没有咸味 那个肉没有咸味 但是很 很香很鲜 就好像那个成年老酒的香味一样 这个价位确实良心价 这个位置10块钱了 味道非常好 准备厨房 你这边有那个鸡 他这个鸡的话60分60块钱一份了 也不是很贵 但是早餐吃鸡的话太太硬了 我的天哪这么多飞机房这路边 这种地方修路不容易啊 这边一天车流量也不大 现在是旅游淡季了 这地方居然有一处这么大型的飞机房 哎呦 回那里台阶电动车上不去啊 应该是工地吧 上面还有人家呢 没想到这一条路这么多飞机房啊 之前在四川梁山那那一条路线了 也是这样的繁山路 那一条路的话一个飞机房都看不到 这边的话好几处 我 演出那个山上啊 那个房子好像小白铁一样 骑在那个山壁上 下面是金沙江 这个对比还是蛮强烈的 那个地方有一座那么高的 吊那个什么铁 铁锁桥吧 不容易啊 这里居然有骑自行车的 哇的天呐 下火 明天再走318 318我都走318都 两趟了 哦可以可以 你去成都啊回家啊 坐火车吗 嗯对啊到了成都把中间放在成都 老家哪里的啊 老家哪里的 老家就四川的 哦可以可以 我发现你们四川好多人都喜欢都来浪啊 哎那你是准备往丽江吗 对对 这里还有十几公里上坡啊 啊这个上坡只有8公里了 刚才前面有一个 哦可以到了金安 金安那里好 金安那里应该还有个几公里的上坡 然后就一路下坡到 哦前面能看到雪山吗 有 哎 到金安就能看到了 看到看到 哦可以可以 好的 你是能去西藏吗 哦我去边看嘛 我先去景庆 啊我看一下那边到底温度怎么样 太冷的话就点等一等 蛮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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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边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的那个杯子里面那个都叠冰了的了 前前前面下雪了吗 啊 那边下雪了 迪青迪青应该下 应该前前不久下了上雪 那面路面上有没有雪 有没有冰啊 路面上我不知道 哦 哦上坡随着还穿个拖鞋牛啊 你看这个落差也是没水了 哎呀 这个氛围高原风景 哎 刚才那个骑车的亮仔说啊 四川的嘛 他说 骑过两次318 前面应该有下雪了 前面上去 我还是挺期待的 可以玩一玩雪 他说有个小伙伴之间骑自行车 两次翻到东巴 东达山都失败了 两次都大雪封山 走不了 哇 好运犯我一浪进天涯 哎 这大城时期也有个流浪的梦啊 这里一处上好的露营地啊 哇 这个铁棚子非常奥地给 非常好啊 这边有雪花的标志了 说明这边会下雪 你看啊 丽江只有15公里的 刚才那个骑车的亮仔说 前面金安镇吧 还要爬个四五公里坡 应该是才到最高点 然后下坡 给大家看看吧 这里好像已经有雪了 打霜吧 应该是 这个霜都还没画 哇 海拔越来越高嘛 哇 前面是玉龙雪山呢 应该前面正常能看得清吧 这里是金安镇 已经到了 不然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丽江市区了 现在海拔应该有两千 两千楼以下 到这边感觉好冷啊 就刚到那个镇上的时候 就看了一眼雪山了 现在看不到了 应该被挡住了 连方四百米 连八公里下坡 那啥 飞机 在背光的地方霜都没画 终于迎来八公里连下坡了 目前海拔两千七百多 这边是背光的 你看这边的雪都没 这边的霜了没画 背光的地方温度很低吗 这个下面也不知道搞什么工厂 应该要感觉要见个飞机场还是干嘛的 应该也是个旅游项目吧 你看嘛那边是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的雪不够厚啊 真的 这个玉龙雪山的雪真的不厚啊 我感觉没有白纳雪山和美里雪山那边雪厚 它这边纬度比较低啊 纬度低 咱咱这个太阳照得比较猛 应该是晃了不少雪 你看我这边霜还这么厚 这往上温度肯定很低啊 那边都是没照到的 那远处应该是丽江市区了 这个地方怎么看不到雪山呢 下坡已经结束了 即将进入丽江市区 现在的海拔应该只有2400 丽江古城玉龙雪山 树河古镇 老军山景区 那不是在河南吗 美式文化城 可以可以 这边店面好复古啊 全是像古城一样的 那种复古建筑吧 房子 这里面好多纳西族的饭店 还土吹散啥的 这个店面 全是统一那种古城风格 这个街道上人不多 好像没什么游客 这个季节学生来这边人不多 这边可以啊 半摩石八咬生 哎呀纳西主题酒店 那个云南菜 就可以可以可以 这里是红太阳商业广场 还有鲜花 有那个五星红旗 终于来到了黑龙潭公园这里了 这里听说是观看雪山的 非常好的拍摄地方 这边电动车停车应该不收费的吧 这边全是旅游的大巴 这边是放电动车自行车的地方 怎么感觉没啥游客 冷冷成心的 你看吧 这个地方就能看到雪山了 然后玉龙雪山 感觉这个雪量也不是很大呀 这边黑龙潭 哇 这边自由进入 这个是市雷景区 好像是 这个季节不用门票吧 嗯 这边检票的人都下班了 走了吧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季节不用门票 不知道夏天要不要的 你们有没有知道了 哇 你看看这个公园这边 这个水质 那边还有好多野鸭子 春江水懒鸭先知 这个公园的环境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游客不多 零零闪闪的 好多都是本地的 这边的这个小环境 你看 这个水清色见底 小桥流水人家 哇 这里居然有雷震 真指的雕像 这个镀金的还是干嘛的 但是他在那西文化当中 这是大鹏神鸟 作为护法神势 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使者 代表着一切正义力量 这个是4A景区 黑龙潭公园 这个时候是免费的 不知道夏天能免费 那边应该是那西族的服饰吧 是不是 反正这边是 玉龙 那西族自治县吧 立场场面有一个 哎 那边雪山的话 还得往前面走啊 我看着很近啊 真的 看着好近啊 但是有30多公里远 近那个雪山 旺山逃时嘛 那个雪山的最高海拔是5596米 基于这个落差的话应该有3000多一点 3000多啊 真看不出来啊 真的真看不出来有那么高 这是北半球离次到最近的一个中间鸡血的雪山 但是上面的雪不不够多啊 可能是跟那个山形有关系吧 它像那个龙龙的背一样 比较尖的 比较陡峭吧 应该是吸不了雪的原因 比较陪你雪山 白马雪山 那个雪就很厚 哎呀 这帮小鸭子悠闲的游泳 你看吧 这边还在悠闲的喂鱼啊 我这个水里确实有不少鱼啊 我那里还有一只小鸭子 非常和谐的画面 哇这么多鱼啊 这不开玩笑吗 哎呀 好和谐的画面 我那个是野鸭子 哎呀 这个地方还有摄影作品啊 一等奖 哇拍的雪山啥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金沙江那个什么 弯吧 我忘了 哇 这是近距离拍到的运龙雪山呢 你看吧 他那个裸露的岩石山体啊 居血并不是很厚 这是丽江城区 我这里下雪的场景 这是在那个黑龙潭公园吗 就在这里拍摄着运龙雪山的照片 他们也只能拍到这个角度没办法 这个画上也挺好的 看一看欣赏一下 结婚定属了吗 这边养老啊 你在这边养老啊 对啊 我在那儿养老啊 哈哈年纪 这好地方 对啊 气候好 对 这边冬天不是很冷啊 太阳晒着挺暖和的 对啊 这马上一月底的话温度就升温了 对 20度左右很暖和的 夏天也凉快 夏天很凉快的 啊 这个气候确实好啊 啊 对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 你在这里买房呢 买房了 对啊 那那挺不错的 那不然怎么顶住呢 哦 哎呀 我也准备出去了 刚才遇到一位 好久之前刷到过我视频的一个粉丝吧 他应该最近一年没看过 之前骑自行车的时候 他刷到了 然后那个视频上面 然后跟我聊了一下 他建议我在这边租个房子过渡一下 然后等软和了再出发吧 那我的话我还不想停啊 因为我本来这个粉丝量就不行 你要停的话那更完蛋了 而且我我这个收益虽然不高啊 但是也还可以吧 还是能继续出发的 那个照片应该是这个角度拍的 我看了一下 我这个角度可以 我这个角度可以啊 真的 我得今天到附近找个地方住吧 我感觉肚子有点反应了 那个面条的话消化的愉快啊 那边突然有个男的过来管收费的 上面写着50块钱的人吧 维护费 他不是不是说我人要的 然后 然后那个有个女的吧 问一下 不是说早就不收费吧 他说五个条件60岁以上不收费 不过我已经出来了 不管了 这边有个清溪公园 东莞有个清溪镇 真的是挺圆的 听说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玉龙雪山 但肯定没有这个黑龙潭公园漂亮 还是过去看一下吧 玉龙雪山在这里 清溪公园 想到东莞 清溪 这边到清溪公园了吧 上面应该是个水库 咱们过去看一下吧 少数民族 这个 宣传 哎呀 清溪公园了 这下面是个水库吧 应该是 这水颜色好看了 我这里也是个观赏雪山的雪山好地方 但感觉还角度跟那个黑龙潭公园 差不多哎 只不过近了两三公里而已 还是那么远 文荣新春了 这边有好多东北小店 搞到宾馆吧 我牛人了 躺车 那么快 哇 这里面 中外卖的 这里面好多酒店的 宾馆一条街吧 哇 这边还有电动车出租的 日租月租 我那个头盔可以 那个头盔是 我可以挡太阳的 把那个头盔待会买一个 老师傅 粥饺大碗粥饺 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住宿的也多 吃饭的方便了 我过来好像没看到多少游客 夏天特别多是吧 嗯 夏天也多 然后过几天就那个开始多了 要先放假了之后 我寒假也多是吧 嗯 对 就这个时候少一点 就慢慢的开始多了 就在这个电动车对面吧 找了一个宾馆 有个酒店吧 这边有充电叉口 但我没在这里充 这边马上过车的 哎呀 然后老板娘让我在这里充吧 她看我的电动车吗 看这边解决了 怎么有点雾啊 有点灰吧 现在距离奔子南镇 还有245公里 就是到那个镇上吧 那个中站有充电桩 说不定可以差不多到那个奔子南镇 我看了一下下坡多 那个地方海拔地 后面沿津沙江都是平路 或者缓上坡 245公里可能能跑到吧 我这住上来了 住了三楼啊 这个说是酒店 其实相当于名宿吧 我的车子在哪里 我的车子在下面充电 挺好的 这个有那个玻璃防雨 然后我住的话 坐这一间了 哎呀 现在元旦了 元旦假期 看一下这个条件 两张床的 可以 可以可以 还挺干净的 只有一张床有被子吧 原来是这个没整理 然后我睡在这里吧 可以可以 比明亮的环境挺好的 挺宽敞的 哎呀 条件可以啊 哎呀 哇 这个厕所哎呀 满意 哎呀满意满意满意 用水沙的有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猜一下这个小冰板 多少实力 啊 这小冰板的话 还行 我觉得价位挺合适的 反正我觉得挺便宜的 但是猜一下多少钱 我刚才老板娘问我 我说充个电吧 那我说算 我说说算一下电费吧 他说 那那那说你10块吧 刚才老板娘说话 刚才是有经验的 一般说10块的合适 说5块的话少了 我两块电子一充的话 15块有点多了 10块正常 有个 10块的话 有个三四块的议论吧 可以 给大家看 一共交入70 这个宾馆的话 60块啊 两张床还在厕所洗洗澡的 是吧怎么样 便宜便宜 然后条件也不错 非常干净 加了10块电费 一共其实怎么样 消费怎么样 这时候是旅游淡气 到了寒假 可能要涨价了 我来一阵的时候 这后面 超市整的一盒存就来了 3块5 这个存子挺好的 电动车的几家电 然后我做那个新 新风酒店挺好的 这边还有电动车的配件 我在研究 我要不要弄个刹车皮 真的 我前面刹车用的挺猛的 后面都不敢捏刹车 后面的刹车一捏就滑倒了 只能用前刹 这里是荣雄金街 这边好多店面 要不去整个硬菜吧 南州牛肉拉面吧 非常经典大盘鸡 东北饭店也开到这里了 东北饭店的特点就是 碗大菜多分量大 这边有个影城啊 这个地方方便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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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错 我住的位置黄金地段 我去过那么多地方 第一次看到霸王餐了 是营业霸王餐 吃多少送多少 哎 看了那么久啊 我感觉还是整这个吧 这有段时间没吃了 这个比较便宜实惠 就是这个非常景点 很浇尾 刚才点了一个红烧牛肉盖浇饭 我这里是 红烧牛肉盖浇饭的18块钱 我折死半块钱实惠 还是这么划算 这边消费还是挺挺正常的 吃牛肉 兄弟们开饭了 哎不太好意思 再往前面还有两天吧 嗯就进账了 前面那个白马水山 跟梅里雪山 比这个芋龙雪山 海拔更高 纬度更高 那个雪更厚了 那个才就中关了 我还是挺期待那边 这边纬度太低了 看不到雪 蜜江冬天应该是下不了雪的 如果要看下雪的话 要到德青那边就能看到雪 有人建议我停一停吧 我停的话不能停太久了 太久的话很多人都把我忘了 真的 就你到前面找个地方休息 干嘛停留 整天气回暖 你也可以呃 干脆换条路线吧 去暖和地方雪 我不排斥 再去贵州或者四川一些地方 反正冬天的话 前面藏区肯定温度低嘛 肯定会结冰 肯定是有下雪的情况 不能不能轻易放弃 今天粉丝问我一个月有没有两万块 我说没有啊 一万块都没有啊 两万现在用小号发吗 实力即使说实力不高 但是能维持我路费是吧 每天的吃住各方面能不能平衡 我觉得就可以了 反正没什么太大野心 发大财的话不太可能 有人说立江这边 气候好啊适合买房记住 冬天呃 暖和夏天凉快 这边确实是 所以一些年轻人也在这边买房养老呢 挺好的 我的话没有那个实力 而且我的话 我不喜欢定居太久 我更喜欢流浪 如果前面有个飞机房 距离 做卖东西方便充电也比较方便的话 信号也还行的话那个飞机房我可以待一段时间到前面找个地方 然后可能如果太冷的话就等天气回回暖再出发吧 好可能我最晚的话 如果是去往西上那边走最晚的话是三月份三月上旬吧 今天情况就说这么多吧 18块还可以我先付了钱的 今天的话到立江充电吧 这里充的话到下个地方就不用充了 看一下能不能到那个奔子南吧 应该差不多能到 因为奔子南连金山江州那边没什么大山坡 过了奔子南才大山坡 245公里 我今天又是 熬得给你一天